77岁的罗家英 公拿下香港紫荆花国际影展 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妻子汪明泉 逼不及待在平台上发文庆贺 两人的爱情真的事太甜蜜了 当年,罗家英一句 亚者,我们今生无缘做夫妻了 汪明泉听闻,痛哭流涕 让这段经历21年风风雨雨的爱情 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两人双双离岸再传遇 互相扶持将近40年 这份心情谁能不被感动 然而,所有人都在为两人的幸福婚姻 感到快乐时 汪明泉却深深违陷 他感叹自己没有早死遇到罗家英 更叹息两人年龄太大 无法生意欲女 1985年,香港当红男艺人何守信 背着女友正躺在一位母女的怀侣偷欢之際 几名陌生男子突然拿着商机闯了进来 一番折騰后 何守信和母女性感的严照 就牢牢地赞在了对方手里 而对方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使用何守信一手交钱 一手交照片 看着自己的笔雅照 再想想对方的狮子大张口 何守信终于明白 原来这场得如其来的艳遇 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先人跳白了 想想自己的大好前途 想想自己看贴的女友 何守信狠想吸钱了事 可他又害怕对方回头 会以此长期勒索 搞得自己永无止境 无奈之下 他只好主动拨通了女友汪明泉的电话 可怜巴巴地球传女友能够原谅自己 并帮自己解决这张懒贪子 听着男友的忏悔 汪明泉感觉自己的心在的血 可看着他可怜狩狩的样子 汪明泉还是透过自己的人物关系 联系到了警戒一个位高权重的朋友 他希望朋友能考虑到男友是名人的关系 低调处理这件案子 但天下那有不透风的场 就在事情有条不敏地进行时 媒体不知从那里得到了消息 直接以 X先生为名大师报导了这件图色律索案 在媒体的大师报导下 X先生的真面目 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无处躲藏的何守信 狠快便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就连汪明泉 也无辜卷进了这场丑闻当中 1940年出生的何守信 出号何悲 据说 是当年何守信主持欢乐今宵的时候 这当中有一个夹的 当时梁省波争说 今天又有个何必守信了 你何必不守信呢 其后把何必守信当中的何必演变成何必 在加入欢乐今宵做主持之前 何守信指示在无线兼职体育节目的 一名小小旁述缘 那时的他 满眼都是影弹大者欧家卫的身影 根本不曾注意到汪明泉的美骂 在欢乐今宵的舞台 主持了近一年的功夫 何守信就事业爱情两手扎 一边和汪明泉 成为了黄金组合 一边仗偷家为取回了家门 彼时的汪明泉 一边要忍受事业上的压力 一边还要忍受婆婆 给他留下的豪门规矩 也根本腾不出时间 去发现何守信的魅力所在 在汪明泉婆婆的眼里 汪明泉完全就是不守辅导 已经成为人妻 却还要在外面抛头露面 不仅失去了孩子 还严重损害了他们留事家族的体面 眼看住婆式关系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丈夫刘昌说 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也分不清谁对谁错 正是在这时 在何守信的帮助下 汪明泉说服了台女的领导 接了第一部电视剧《思乱》 与他搭档的 就是旧情人冯吹凡 当汪明泉怀珠激动心情 来到剧组后 还来不及和旧情人 再组前缘 冯吹凡就因为醉酒闹事 被TDB解雇 并滚出了剧组 不过 这丝毫没有影响汪明泉的发挥 即便男主角 不是自己的旧情人 他依旧凭值这部剧 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之后邀请他拍戏的剧组 也越来越多 而他在拍戏之余 与何守信搭档的节目收视率 也越来越高 两人都成为了 名措施的当红主持人 事业平平无奇之时 何守信巴不得早点 像欧家为取进家门 他一旦事业开始走上坡路后 何守信内心的欲望 也彻底曝露了出来 他后悔自己结婚时间早了 他埋怨自己身边 有汪明泉这样的好女人 自己竟然没有发现 他情不自禁地 对汪明泉动了不该动的情 1975年 在一节目里 何守信忽然牵着汪明泉的手 怨于热恋中的爱人有说有笑 可时 汪明泉明明是 何守信的妻子欧家为的规物 两人拖手出镜的画面一出 瞬间光动了整个香港 踏上规物老公的狗血气马 竟然发生在亚姐身上 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眼瞻的媒体 落黑各察出了两人的关系不对劲 可汪明泉却不以为言 虽然外面的风言风雨铺天盖地 他依旧坚守着自己 何门婚姻的最后一道防线 誓死不提离婚意志 但另一边的何守信 却做不到无动于冲 他一边和妻子欧家为谈住离婚 一边乖乖地待在汪明泉的身边 做好自己聆听者的本分 听着汪明泉 要遵守豪门婚姻的条条规矩 看着汪明泉 每天遭受婆婆的冷眼嘲讽 何守信十分心痛 他恨不得自己亲自照顾汪明泉 很快就有知情人爆料 汪明泉和何守信秘密约会的时候 被欧家为找了个正著 情敌见面 份爱眼红 两人顾不得往日的规物情分 扭打到了一起 1975年 隐无可引的欧家为 终于再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一个是昭直相处的丈夫 一个是无话不谈的规物 有苦难言的欧家为 独自助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远离了这 断充满背叛的婚姻与友谊 恢复了单身后 何守信变得更大胆力 他不仅时常对汪明泉开寒问暖 还在主持欢乐金消时 对后背积美震 警代音和了安丽百般照顾 随此之外 他还无所顾忌地 和美艳花旦温柳眉大玩爱梅 玩完后想抽身的时候 遭到了对方大骂 并给他扣上了花心渣男的帽子 看着自己的蓝颜知己 玩得如之不易乐乎 汪明泉心里恳不示之味 可毕竟他还有一层留太太的身份 即便心里再不满 他也不敢发思出来 于是 汪明泉便将满康草意和恒意 发思到了剧组 他时常对主导演 和其他演员之手画脚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也得大家恨不痛快 可有他在家便中 饰演的乐林的风采 但即便这样 汪明泉也不解气 所以 他在拍摄电视剧 《惊华春梦时》 又和男主角刘松仁 闹了点飞聞出来 1982年 藉着这段 《虚虚实实的飞聞》 汪明泉与借言 女良慰合作了电视剧 《万水千山种事情》 剧中饰演的《装梦碟》 及观众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部剧 也成为了TV比十部 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 这部剧中的歌曲 全部都是由汪明泉演唱的 同名主题曲 《万水千万种事情》 也成为了汪明泉一生的代名词 流传至今 事业走向巅峰之際 围绕在汪明泉身边的飞聞 也越来越多 多年来 婆婆嫌弃 她不能为刘家传宗接待 净夫对她不闻不闻 毫无感情可言 借剩下一个花心的何手信 日日守在她的身边 内心地听她诉说 心中的苦门 有一天 已经不需要靠婆家撕舍的汪明泉 终于忍不住了 痛苦地做出了离婚的决定 走出了这段规矩 甚多的豪门婚姻后 汪明泉本以为 自己会和何手信 从爱情走向婚姻 可事实证明 终究是她感情错付了 1985年 与何手信公开关系近两年的时间 何手信就送给她一个重量级的炸弹 也就是文章 开头的雅喜涂色勒索案 在这场光动全港的案件中 何手信是受害者无疑 可在案件的背后 却是她对女友汪明泉 借裸裸的背叛 以及她个人五彩斑斓的混乱私生活 而汪明泉本想估计往日情分 帮何手信度过这次难关 谁承想 自己也被卷入了 这场光动全港的案件当中 面对外界的舆论 汪明泉深感冤枉 她表示自己在娱乐圈 一直紧慎言慎行 可自从遇见何手信之后 脚衫翻两次地 被卷进舆论的船窝 风波过后 与汪明泉默契合作了 10月年的何手信辞职 随后移民加拿大 留下了她一个人默默承担住一次 后来何手信取了艺人陈丽丝 谈及与汪明泉的这段情 何手信说 我与她拍拖时没有同居 我由75年 离婚至88年移民 一直都在维持独居生活 何手信 说及过去恋情时 这说人生的遗憾实在太多 真正的爱情是辛苦的 也不是想象中充满甜蜜和温馨 因为要为对方付出 才会有真正的爱情 与何手信的这段分爱情 让汪明泉受到深深的伤害 导致离婚流产 以后再无生育能力 因涂式新闻分手的那段时期 她起得幻想甲状腺肿瘤 一连看六年的心理医生 整个人显得非常潮瘁 对于过去 何手信豪不秘技谈及 相反汪明泉 早年还有心有戒弟 直至近年来才简单回应 我们都怒了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 不想再提及往事 多年后 汪明泉的身边人士罗家英 在周星馳的镜头下 她只是个闪光的配角 是香港电影里 无比熟悉的小人物 谁也没想到 香港演艺界的大者大 最终能与这个小人物 攜手如生 罗家英没有铺张营造的浪漫气氛 只有督定和她共度一生的真心 汪明泉在2002年被发现与硬 她立刻停止所有工作 适心照顾爱人 两年后罗家英被查出肝癌 在汪明泉的鼓励下 她也艰难地挺过来 互相扶持的爱情让人动用 汪明泉在人生的后半段感情中 又找回幸福 女神年轻时 被渣男辜负 中年后被丈夫宠爱 大抵者就是命运的安排 欧家卫同样如此 赴美后邻嫁他人 第二任丈夫对他宠爱一生 2020年底 欧家卫在美国逝世 在丈夫温暖的怀抱女 安详地离开 享年82岁 何守信在岁月的流动中 和陈丽丝也一爱如初 或许是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在红的明星 也会回归生活 接地气的时候 借愿他们平静 这一生的大喜大乐 这段世纪情感九个 最终完美落幕 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